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港口码头发达 这里渐渐成为碎楼交通虚流 天下商骨聚集之地 难来不忘 旧胜通群 武汉摄影师写过岸 十十多年周边盖头行卫 破了十万多幅武汉标签 武汉人甩子 心急 船依靠岸 不等日程地吊桥房下 抢时间的人真先就跳到岸壳了 武汉人常快 这里夏天冷月 气温能高到十十多 国局一某的空调 就拜走创征 但乐也好 人也罢 都能抬懒取之 因为武汉人的性格是多面的 他们爱生活 爱热闹 这次新冠肺炎期间 几百万武汉人隔离在家里边 人们也看到了 武汉人骨子里的那种坚韧和顽强 这一身英雄乞丐 来自李师弟风云激荡 明仇为王之急 军民奋勇抵抗 这是1938年 暂地摄影大师 罗伯特卡帕镜头下的武汉 拿喊的脖心 高居不识棋子的孩子 听起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 战火不慢 民众用上该头 为抗战贤金 工人 农民 职员 小凡 连新奇的人也握到斗子 捐取货食钱 丹尿太的心海老兵 居住猛国人登台 说 我们年老残飞 也不能到浅县沙迪 捐两块打氧 卖子弹 武汉 武汉回战 约一波一次完中国军了 雨血分战十个多月 已经抹然的中华民族 从来没有被压垮过 打风打狼里走来的武汉 就像个恩汉 以吃吃饮症作则中 尖能不拔 老子是武汉 武汉人从来不负舟 不行那个血 兄弟姐妹打巴授 一气 砍过坑 那些再也无法回来的 那些重新回到我们身边的 都铭刻在武汉 猴重的记忆里 因为这场战役 这座陈师 比将再一次被载与 英雄施策 俄去俄罗 熟悉的气息生腾起来 这就是武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